最低階的要求 那刚刚讲的 你任何的措施 你不能够违反法令 法在这里啊 明明白白的写着 对不对 我跟你讲 你现在我就讲 从1月1号到现在的薪水 我看你怎么播 怎么给我追回 那有没有图例问题 那你从现在开始到年底 你就要给我规荐 回到这个位置给我做好 下个年度 如果这个位置不需要人 下个年度啊 我就说你从现在开始 你就解除了 聘约解除了 你明年度不得再聘用 是这样玩的 我们议会在议员 在议会咨询 讲了那么多次 不把我们讲的话 当一回事 那要议会干嘛 区长 你是做得很认真啊 你能力也很强 这个我都承认啊 各方面处事都OK啊 我就不懂 我就不懂 背光这么强哦 背景这么强哦 强到 区公所里头 大家已经在心声不满了 你们还敢这样硬搞哦 强到我们在议会 已经提出咨询了 还可以继续这样做 哎 这不是事法令无误啊 连这样的事情都敢做 那你跟我说 哦不会绑标 不会这个堵职 不会这个贪污 好谢谢 接下来请黄晋平黄议员 黄议员请发言谢谢 谢谢主席哦 这个秘书长 今天辛苦了 本席要针对这个 昨天晚上到今天这个 发生的悲剧在追捕嫌犯的时候 请秘书长回去市府 能够转达市长 还有这个桃园市警察局的 黎文明黎局长 这次的状况 一定要列为远警在追捕歹徒的 案例宣教 案例教育 我昨天第一时间 我看完这个影片 警察的这个这个行车记录器之后 我也质疑说 为什么不开枪 因为警察怕在那个闹市 闹区啊 夜市啊 开始那个像那种夹宅 刚刚今天很多议员也质疑 也质询了 可能会造成无辜人员的伤亡 但是我不杀柏仁 柏仁却因我而死 我没有开枪了 最后那个歹徒 因为他前面的车子挡住歹徒的去路 所以他只要往后退 一直往后倒退 一直倒退 我不杀柏仁柏仁 因我而死 就是因为那个小女孩 六七岁的小妹妹 赖小妹妹 就这样子被歹徒给碾毙了 结果还是一样 我知道警察也很心痛 昨天保大队长还打电话给我 在那个情况下 开枪有他的这个危险程度 好 所以后来我仔细想想 再去回回看 我看了好几遍的影片 开不开枪 已经是其次的问题 但是警察怎么会拿着那个 警棍去敲打他的这个窗户 然后也敲不破 就很拉傻了 那就没有东西完全 你看两个警察拔枪 然后一个警察拿那个警棍 看到他跑的时候 就一直开开开 就三个人都慌了 所以我说为什么 要列入案例的教育 就是说人家在那个 你看常很多 我们看到新闻在报道 那个画面 行车进入去拍下来 很多拿什么球棒 拿铁棍 拿什么那个砸车窗 都有专门的器具 警察碰到这个事情 他就慌了 照理说好 就算那个小妹妹发生意外 应该一个远警留在现场 叫救护车赶快紧急处理 另外一个到两个 应该是立刻驾车去追击 你看到后来那个影片 发生之后显示是 他回到那个要去开警车 他根本来不及的 他带到车很快 不不管你骑摩托车 或是开车 如果你现场是开 你就要立刻去追击他 应该是追击了程序 他有问题 你三个远警 其中一两个 你们这个反应有点状况 你们全力全心都在抢救 那个小妹妹没错 但是你疏忽掉 虽然歹徒最后是抓到 我们是事后诸葛 但是这个事情 我说以后避免再发生 远警碰到这个紧急状况 遇难的时候 这个案例的教育 我觉得这个要请警察局 虽然今天不是针对警察局 但是我觉得这个桃园区 这个区长以后在这个协调 因为我觉得桃园区 中立也是有很多 这个街道巷弄是狭窄的 万一碰到歹徒萧小 有这种错误的观念 而且为非作歹的意图 真的很难防范 所以拜托各位 在针对这样一个 像昨天的事情 做一个这个案例的好不好 好我想我们把您的意见 转达给警察局 李局长这边来做一个后续的作用 好这个民主长 我也在这个帮民众请命 这个也请你转达回去给 那个文化局局长 和那个总图书馆的馆长 这个跟平证区有关 但是平证区局长 你大概管不到 但是我还是讲一下 因为平证区的这个 这个社交馆的图书馆分馆 这个桃园区图书馆分馆 从105年有一个公告 4月28号就昨天开始进行 桃园市立图书馆平证分馆 阅览空间改善工程 工程将踩分区施工 那也就说三楼自修室 还有这个笔电区都要暂停开放 那施工期间会有一些噪音 然后会移到这个本馆一楼大厅等等之类的 4月29号了 你看过了今天4月30号 明天就周休二日了 5月份6月份就剩下两个月 7月1号到3号就是大学指考 能不能不是叫他不要施工 我相信平证区公所 如果站在爱民爱物的话 江青秉秉的立场 能不能跟平证的这个图书馆分馆 跟我们总图书馆馆长 跟我们文化局局长协调 体恤民情 体察桃园 我们平证在广大 我那个好几个理 心心学子的这个辛苦 不要在这个时候进行施工好不好 能不能暂缓两个月 总图书馆馆长跟我讲 说义座这个是教育部补助的款项 我就不相信教育部会 不管我们平证桃园市民 这个子弟的死活 你补助款项 你完两个月施工 我又不是叫你永远不要施工 你可不可以7月1号到3号 大学指考结束之后再施工呢 你可不可以等到大家会考 跟指考都结束了 7月初以后 还两个多月嘛 两个月有差吗 会影响你的工期吗 可不可以跟教育部协调 文化局不要那么硬嘛 总图书馆可不可以市政府跟教育部协调一下 从善如流 顺从民意一下 照顾让我们想 没有地方读书耶 我想针对议员的关心这件事 我会跟图书馆馆长那边做联系 我想要做一些处理 好不好 这个真的是有些案子 对对 请坐 再麻烦秘书长 好 那接下来我就这个秘书长请坐 请那个龙潭区区长 这个龙潭区区长 邓区长 不好意思 那个之前本席在三四月的时候接到一个个案 这个是跟社会局有一点相关 那但是又跟各个区区长的一些有一点关系 我大概讲一下你们可能以后可能类似会碰到一些个案 大家参考 参考看看 那区长 之前有一个那个龙潭的你们的一个区名就是 他这个因为当事人的父亲 因案入狱 他因案入狱服刑五个月 然后后面还涉及酒驾 反正大概是关到这个今年年底出来 然后他的两个小孩两个儿子就因为他已经离婚 老婆早就跑掉了 就陷入说没有人这个监护 那后来社会局的这个龙潭的那个 在龙潭的那个有一个这个家福中心 就等于去协助来要把把那两个小朋友就是转介 转介到这个安置家庭去收养 那可是呢他们就抱着一个那个那个祖先牌位 那个公妈的那个牌位啊 到人家进阳家里 那进阳家里怎么会让他牌位跟着过来呢 对不对 我如果是进阳家里我当然是不希望啊 所以就 而你想一个小孩可以来我这边收养 但是牌位不要带过来 那牌位不要带过来呢 本来拿给社会局收拢中间 社会局收拢中间他们的社工可能也没经验啦 他怎么处理 他说要帮他烧掉吗 还好他没烧被我一个朋友阻止了 有人就跟我反应 烧了万一他爸爸出狱了之后 年底出来了 你怎么可以烧掉我祖先牌位 这个又知识条又争议了 那好 去找龙潭区公所帮忙 去龙潭区的那个纳谷塔 你们是不是有跟平正一样有纳谷塔 有跟那个炉竹各区好像都有嘛 对不对 结果龙潭区公所说不行啊 我们这个要付钱进来 我们当然知道 但是他说站错一下 没有地方放 这个牌位 龙潭区也说不行 就是很硬 那逼得说他也没地方放 后来去查了一下资料 这个要给龙潭区和平正拍拍手 龙潭区区长 还有平正我们河区长 你们这个纳谷塔 后来他们去查了一下资料说 龙潭区跟平正有那个可以放牌位的地方 但是他们有规定 你们连临时站错 龙潭区跟平正也都可以 但是你们不能 让对方的这个主线牌位直接进来 要换成你们纳谷塔里面的自制牌位 就是要用纳谷塔里面的 不能用那个你自己的 这样我也觉得OK可以协调 可是后来他们就没有去找平正 跟这个卢族的区的这个纳谷塔来帮忙 因为毕竟他们是在龙潭 那后来协调 几经协调我就找朋友 他们这个在御殿园那附近的殡葬业者 能不能站坐在他们公司的仓库 蛮可怜的 那我想说这个法外私恩 就是将行比情将心比心 以后像龙潭区公所 你们会碰到这种状况 我相信像我刚讲 卢族区和平正区 大家举例各区也都会 帮忙一下人家也是因为很清寒的家庭 没有钱 那因为只要酒驾 他可以医科罚金 他就找不出钱他才去坐牢 可是那两个小孩子 你叫他怎么办 所以我说在这种特殊的个案情况下 像区公所你们可不可以协助 那个龙潭的这个家福中心 社会局他们的社工 去帮忙帮帮他忙 以后都会碰到这种状况 不要这么小气 一个纳谷塔有多大 那不让人家进去 听了都觉得让人家觉得蛮鼻酸的 区长 可不可以帮忙一下 不要这么 好像按照规定要如何如何 就是不能放 连你们那个连牌位都不准放 谢谢一座指正 真的这个是有必要去理解 我这个都有公文 因为有个资法的关系 我也没有办法公开 但是可以提供给你们参考 给你们看 每一个区都会碰到 类似的这个情况 所以我相信说 想请龙潭区区长 还有以后你们每一个 这个区的区长都能够帮忙 因为如果是你们的亲戚朋友或小孩子 你也希望能够帮他解决 人家只是暂时放一下 也不是永久性的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这个区长 再请你们 这个会后我们再跟你讲一下 那个再请他协助这个案子 谢谢 那这个何区长 我们平镇区的辛苦了 你们你来了平镇 还没到一年吗 八个月 还没一年吗 来到平镇之后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平镇区的 自己想到了 可以做的一个建设 虽然不同以前乡镇市长的 区长已经有不一样 我的时间有限 你自己想一下 有没有不一样的 什么以后的地方建设 除了因应市政府的重大建设之外 有那个我们平镇有很多 可以建设的 我想我会私下 跟议员们讨论 看怎么样来积极 这个争取预算来做 好 市长我会问你这个问题 我相信每一个区区长都是这样 区长在座都有很丰富的行政经验 我也私底下 也曾经跟你们讲过不止一次 也佩服你们 我希望你们在当乡镇市长 把你们咔嚓进井了 你们的资历 你不要因为这样子 过去的雄心壮志就没了 你要把你们的想法 到了区之后呢 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提出你们自己创新的 把以前的这个乡镇市长 你们有的idea观念 储区长 参备都有啊 你怎么埋没掉了呢 你观念可以跟你的长官 跟你的民政局局长 跟你的上级长官 好好协调一下 一样东西由你们发展 不要 当然长官交办的执行 还是照做 我只说这些东西 我只在乎说 各区的这个地方建设 还是要由你们自己来发挥 主动的一些想法去提出来 包括复兴区都一样 所以我就说 希望你们每一个区长 都能够保有以前你们 想法创新 好 接下来我们请李英强 李议员 苏志强 苏议员 杨靖福 杨议员 共用15分钟 请发言 谢谢 谢谢我们议长 我们的各区的区长 我们都知道 我们103年 升格直辖市以后 我们最大的差别 就在各位 以前我们的 以前是叫乡镇市长 我们乡镇市长是民选 而且是由我们的各乡民代表会来监督 那我们升格直辖市以后 我们相信我们成为变成市政府 变成市议会 那各位就接受到我们的监督 区长就是官派的 所以是接受到我们的监督 我还记得 我从我们的 湘米代表会副主席 当选了第17届的县议员以后 我认为说我应该为民服务的权力会更大 可是我当了县议员 我发现到我们的县政府 真的什么事都不能做 除了一个什么 学校 我们的警察局 我们的护政 对不对 还有我们的一些野稀 使我们市政府 那个县政府来负责以外 其他的任何重大建设 或者水沟 或者路灯 或者各方面都是由我们乡镇市长来核定 所以那只乡镇市长的权力 可以算是非常非常的大 可以算是一方的霸主 当然在这段期间 我都知道我们自从升格直辖市后 我相信各位一定有新的不一样的看法 因为认为说今天我们已经升为直辖市 所以各位的心态都要做若干的调整 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市长 选各位来做区长 我相信一定是各位 一定是第一个 一定有丰富的行政的经验 其次各位一定有专业的知识 最重要的最重要的 就是各位有一个沟通协调能力 因为以前县议员找各位的时候 找县政市长的时候 他可以不要理会 他也不需要去沟通 但是升格直辖市以后 你们要跟五十几位来沟通 因为我们是变成一个团体 以前是各区各乡镇市管各乡市的 可能这个议员来那个地方 可能也可以不用理他 但是以后升格直辖市以后 各位是所有的市员的监督一个范围 那我请问一下 在座的各位市长 除了你有丰富的行政经验以外 你所谓还有你的专业领域以外 你认为沟通 五外 你认为跟我们的五十几个议员沟通 当他们任务交给你 或是卫民符的案件交给你的时候 你认为可以跟市员沟通 五外的请起立一下 那那个桃園市长 你认为跟其他议员你只能在你的选区里面跟你的议员其他的十二个区里面都不能协调了吗 我下次稍微的反应要快点好不好 如果你认为说只有你们台湾市的可以协调 我们其他区里不行的话 那你的反应就太慢了好不好 那请各位坐一下 那从这方面来讲的话 我要希望各位要了解 沟通协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要跟各位来讲一下 为什么啦各位可以看到我们三位议员 我们的服装是一致的 因为我们在龟山在我们的议会来讲 我们议长封为我们是两墙一幅的团队 所以两墙一幅的团队呢 就是我们第一个呢 我们的问证我们是合作在一起 我们的政策也是合作在一起 我们甚至于我们的服务也是在一起 我们的公关也是在一起 但是我们有一个特色 就是我们今天穿的衣服以后 一样我们的裤子也要一样 今天牛仔裤我们穿的 我跟杨绪乎穿的是蓝色的 我们苏志强穿的是黑色的 所以今天中午不好意思 他要被党局处分 今天中午的中餐啊 就由我们苏志强 苏议员来负责 他要负责我们中餐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 非常严密的一个党局处分 所以就是他中餐要他负责 但是经过这两天啊 我们三个人开会协商以后呢 我跟杨继虎两个呢 对于我们的沟通协调呢 我们认为说大家都OK的 但是我们的苏志强 苏议员啊 他认为沟通协调 有少数的几个单位啊 沟通非常差啊 非常的不好 所以呢 哪几个单位沟通不好的话呢 我就请我们的苏志强 苏议员来做说明 好 好 非常谢谢林强议员啊 我想这个他刚刚虽然是 有一点开玩笑的意思了 但实际上 他也是期许我们所有的 我们的区长 希望大家都是能够 这个团结一心啊 为我们共同我们 桃园市的市政来努力了 我想这个 十二区啊 应该来讲我跟杨继虎议员 我们都是我们所有的选民 都是在各位的 这个在各位的区里面 在生活在打拼 我想我在上一次 这个 会期当中啊 我也稍微考过各位 你的在你的区域里面 你们的原住民的人数有多少 对不对 上次我记得我有考过这一题 那我再考一下那个 我们新屋好不好 我们新屋同志 我们这个也是兄弟 我们新屋的原住民 有多少人 六百多 六百多 你看非常进入状况 我想这个 请坐 我想从哪里可以知道说 我们区长 对我们原住民 或者是对你的市政业务 区政业务非常了解 我看了你们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工作报告 每一个区的工作报告我都看 看了非常仔细 对于原住民的这个 相关的福利跟权益 还有原住民的业务 到底有没有很深入很了解 我在这里我要特别要 要这个加奖这个 这个奴族区的区长 各位看看 你的工作报告里面 关于我们所有原住民的业务 你们都是这个条列式的在奴列 当然这个大概有的是 有的三条有两条 有的五条 有的七条 你看看奴族区的这个 这个这个工作报告 非常的清楚 用表格式的 一目了然 可见他也非常的这个清楚 他他辖区内 他区域里面的原住民的业务 到底做了哪些 包括你看秦安救助的问题 包括那个生活幅度的问题 马上关怀的问题 他你看几件都非常清楚 我想这个部分 可以提供给我们所有区长做参考 我希望大家下一次工作报告的时候 比照他这个方式 让我们原住民议员就很清楚的 很了解的 我们就知道我们区里面 到底对原住民厌务 大概有做了多少 当然我知道 像大原区 我们的产口 他对于我们原住民的这个 这个照顾也非常的 这个认真 每次这个到我到大原的时候 所有的原住民都是说你的好 都没有说不好 他说我特别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集会所 我想这个你在工作报告上面也有讲 所以在这边也要特别的 这个谢谢你们 请坐 所以我在想说这个未来 我想我们十二区里面 我们的原住民的人口数也越来越多 从这个四万多人 然后一直增加到五万 现在已经六万多人 下一次的我们的这个 三地原住民的席次 一元的席次 也会增加一席 这次只有两席 下一次会增加一席 为什么 因为我们原住民的人口数三元的部分 也已经是超过了三万人 所以非常多的原住民在我们各个区镇那边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各区的区长 能够多多的给予协助 特别是申请急难救助的这个部分 还有这个租屋补助 购屋补助 唯独唯独的 我想桃园区 我真的需要这个 你真的要加强 为什么 非常多的我的乡亲 他说到桃园区公所办事情 好像是到了衙门一样 好像是到了衙门一样 而且你们的这个 这个公所的这个态度 非常的差 当然 我要问一下各位区长 你有专办原住民业务的 在你的区公所有专办原住民业务的 请举手 有没有 都有嘛 好 请放下 所以我们都有一个专办原住民业务的在 派注在我们的公所里面 对不对 那除了 因为他有时候原住民他搞不清楚 他有时候去的时候 他是直接到社会课 都直接到社会课去去办相关的业务 但是呢社会课一看到原住民 不好意思 你就到人文客 你到那个原住民的这个 承办人那边去 结果呢 到那边去以后 说不定他不在 不在位置上还是怎么样 结果呢 我们的这个公所人员 对他没有一个很好很亲切的招待 就变成对他是二次的伤害 我想这个部分 我希望我们那个桃园区公所这边区长 这个要特别的再加强 再来就是 我本来是要好好的讲 因为你也知道 上一次为了一个 我们原住民这个厂商的问题 因为他是在公园做打扫的工作 对不对 他们这个在那边非常认真 然后呢 我们公所 我们公所 积了三个月 积了三个月 这个还没有计价给他 你说一个原住民的这个厂商 你积了三个月 一个月大概要两百多万 发工资 三个月要多少钱 一个原住民厂 根本没办法负责 所以当然 后来有找相关的人员 那你也说你有处理了 我希望这样的状况 这样的这个类似的情况 不要再发生 好不好 那我也希望区长这里 这个部分要多帮忙 好不好 感谢议员 这个最后我想这个 以前 再请坐 以前在每一个区 我看很多的这个原住民的活动都有 包括 比如说我们中立区 每一年的八月一号 以前 我们都有办原住民日的相关的活动 那个时候是鲁市长在的时候 那现在 因为当然可能是有一些已经病到 这个圆明局 有一些是病到圆明局了 那我也希望说我们这个 各区的这个区长 有机会 我们是不是 也编列一些相关的预算 来办理一些 我们原住民的相关活动 因为我们原住民的活动 确实是在各区 非常非常少 我希望我们这个部分 请我们的区长 大家来这个 编列相关的预算 让我们这个原住民 能够有一些 这个活动 或者是办一些 这个他们这个 一起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好不好 好 谢谢 我再延续就是书志强刚才所讲的 你们12个区 那每一年呢 各区都有办理原住民的丰年去的活动 那请问在座的各位12个区长 你们也没有参加 有参加的请棘手 确定吗 确定 好 那我想啊 今年可能就八月份 六月份就开始产生了 每一个区 每一个区就是 可能就是一个礼拜就一个区 来做一个原住民的区的分年去 我想这个区块啊 请各区长啊 多关心一点 多鼓励一点 让我们桃园市的原住民的市民 能够受到尊重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再请教在座的各位区长 目前在会议区里面 有原住民的调解委员会的委员有几位 请棘手 现在有调解委员会的原住民级的委员有几个 三个 那好 请放下 那最近 最近有没有 因为我从县议员一直到市议员 几乎每一次的一个定期会议的总执行啊 一直强调 特别又在强调 如果 柜区里面 有 调解委员会的名额有缺额 或者是要辞职等等 我一直强调 一直在强调说 一定要补我们原住民的调解委员 那最近 我再请请问一下在座的区长 最近 有没有各区的委员 我所讲的区域的委员 有没有离职的 或者是因为这个工作不信任 然后 就 呃 他就换了另外一个人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委员 没有吗 我最近就有发现到 不要不承认啊 真的 那个 那个民政局的副局长 调解委员是不是要经过你们核定 呃 现在调解委员在法治局啦 法务局 法务局是不是 到最后 这个委员 是由法务局核定嘛 那到最后这个名额 是不是要经过你们民政局同意 没有 没有齁 OK 好 请坐 那我想啊 在座的各位 这个区长啊 只要 因为我已经知道我也不方便 指名道姓是哪一个区 好 我想 未来啊 未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名额 请你们 请你们 告诉我们原住民 集的议员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为 在你们各区里面 做一个 协助嘛 因为毕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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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原住民 我们原住民跟你们 建议的 那个文化语言 是不同的嘛 如果我们委员 如果我们委员是在各区里面 产生一起的委员的话 多少 多少那些委员会协助沟通嘛 但是你们没有这样子做啊 真的是很遗憾 真的很遗憾 真的很遗憾 当然 这几年来 你们各区这个官派之后呢 真的 我也感谢几位这个区长 如同我们龟山区的刘局长 还有我们大延区的这个里局长 一直延伸到大西的环局长 一直延伸到这个 这个平正区的 平正区的和局长 还有如主区的区长 这几个 因为 你们这一边的人口数学吧 何局长 你也请起来吧 你没有听到我在讲吗 所以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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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请坐 接下来我们请苏嘉明 苏议员 刘盛全 刘盈 张运萍 张议员 刘仁兆 刘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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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回答一下 我想这个民選的自主权比较强 因为自治团体 那官派的就是公务系统 那就把工作做好 这样子 对啦 我想 你是整个警察系统过来的 你也很用心想要做 但是你 刚才我看我李英雄 你给你问 阿姨说你反应 咖啡 你要跟我理学圈 有一个可以 哦 我理学圈公关医学 徐同志 对 徐同志也很好 啊黄瑞松 这个 这个 啊 我想几个区长 都是我以前 劳动师了啦 所以他们四个区长 很多地方 值得你去学习一下 好不好 我听说你 虽然很用心做 那有一些 多少给他们这四个全部的宣告 有败 我看你也没有 这四个区庁 你也有钱 带他团 我看你都没有你做 我招到地 你招到地 你招我 对不对 你招到地区庁 张区长 对 有时候这些老市庁也稍重 是 会吗 我是听说你会 好 那 三位市长请坐 四位市长请坐 张区长我问一下 我们104年的岁数预算是多少 你很听清楚 执行率是多少 那执行率最低的是哪些科目 最重要去年的 那道路设施是2亿6千万 那区公所才执行1亿多 去年齁 那执行率非常的低 今天还增加到2亿7千多万 请问区长这是怎么来 你也稍微简单解释一下 对吧 不好意思 那个 我们的执行率去年是77% 那最主要是公園路灯管理科 5千万的预算没有执行完毕 就是把它 为什么没有执行 听说你很多包都没出去 到底什么原因 最主要是公園路灯管理科 这边 他在这个 期程 比较缓慢 那所以说会延宕下来 那没关系 今年我们都把去年跟今年的案件 原则上都在4月 5月底之前全部会发包完毕 对 你执行偏低 你今年又中加那么多的 到2亿7千多万 希望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也希望你要落实 我以前留多少预算 我现在也叫研考会 那 给你实行的监督 秘书长 我们那个研考会 对这次区长我们的预算 我留那么多钱给你 你要充分的去用 你不能说我留一留 你执行偏低 发不去 那想最简单的 我们的一关的淹水问题 那个大有路 庄与路 成功澳路 这淹水问题 通知 这边虽然 层地比较高 那 民主党请坐 所以很多淹水地方 你这几个 我们事工所有钱 有保留 我有保留预算 都保留给你了 你这些改善下水道 你不做注意下水道淹水 那是不要让我们发包不出 都没做 这是什么原因 議員报告 最主要现在 那就是日顶公司在做地下水道工程 那我们公所的部分 就是原则上就是配合做那个区域 就是路边路 测溝的部分 对 我刚才说你很耐用心做 可是很多的预算 这四月前半 你多少也请教 啊怎么 执行 一些效力 有时间 你也带我来泡一下电 我们的车吃饭 我每次也要 你都没带我当然没去 对不对 所以这个淹水的问题 希望你要好好的去 检讨一下 你不能说预算给你 你都没整治 还没做 我以前有那么多预算 会有预算给你 你现在也有人了 你听说要让水务局去做 不是这个事情吗 这间是和水务局 那个沟通协调 那最主要是大邮路这一段 他们日顶公司也在那边施做 所以说这个地下水道的主体工程 还是由这个水务局来执行 那公所的部分就是配合他 公所的部分应该做的 我以前我以后还会去找颜岗会列管 希望你这些下准问题要注送 可以说换一个区长 我以前留下一些预算 有人有预算 可以执行的 你都不去执行 还有土地公文化馆最注重的 我们的建造执照拿到没有 预计 现在已经申请了 那预计在四月底 就会合发下来 好 你希望 不要拖延我 文化馆我给你提过 你属地公文化馆的执照 还有变更 你要想 文化馆常常找我沟通 你从来没有找过 好不好 因为我们的刘胜前站起来 我不好意思再说下去 好 加油 我们的 市长 比较百分 都赶紧张氏会多学习 他四爺是我的老师 你知道吗 好 请坐 謝謝 感謝 感謝蘇市长 市長站起來 我一定要站起來 議長站起來 我一定要站起來 謝謝 區長你請坐 今天我最高興 最高興就是 我們如族區長 被了三四個議員誇 感謝我們府長 表示說我們的公關 還有我們的效率 有在增加中 府長你請坐 你請坐 那比如說 剛剛我們蘇智翔 書議員 在誇說原住民的業務 那我們條列式的 都非常整齊 其實你就是 你黑漏人文課長 你派一個漂亮的 人文課長 每天他做公關 他這樣 沒有黑漏不能 所以說 公關是很重要 互動也很重要 那真的 我們如族 對原住民 非常的照顧 那我接下來 要請問一下 我們龍潭區長 龍潭區長 我告訴你 一員不分區域 比如說我如族 如果去到農潭 有事情要拜託你 打個電話 也希望說區長 能夠接見 因為區長 只是市政府的一個執行官 不是很大的 我們在如族 打給大園區長 大園都會跑過來 所以說 大園區長你請坐 那在這邊 我要問一下我們農潭區長 我們桃園市 各區的禮林調整 自治條例 在上個會期 送到我們議會 那已經通過了 那什麼時候 已經公告實施了嗎 這一部分你不曉得 那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你問阿翔 阿翔也不知道 阿翔跟我一樣 我們都很草根 我知道他當時要試試 你要去了解 你們當區長 不是坐在那邊睡覺 市政府的法令 已經公佈了法令 你區長要知道 你知道嗎 我是知道他已經公佈 但是我不知道 確切的日期 目前我們的禮上 有一個禮也是要做調整 你那個禮 你那個禮有幾幾戶人數 我現在講那個禮是武漢禮 那幾戶阿 你也不曉得 因為我資料 我都幫你找好了 在我手上 劉勝全問證 是有數據的 劉勝全會問妳的話 一定有準備資料 1月12號公佈實施 那如果說 以你龍潭來講的話 你不算稠密地區 你的禮林數 大概幾年以上要分離 你要用心一點 那其他的議員如果找你 有真的有公事找你 我希望說你能夠接見阿 好不好 我沒有不接見阿 有就有這個狀況 可能是誤會 真的是一個誤會 我不知道你講誰 我不知道你講誰 我只是提醒你阿 那表示有這一件事喔 我剛剛沒有講誰 你請坐好不好 回去檢討一下 你請坐 來 那因為時間有限 我剛剛是從幾分開始 幫我注意一下 我常常會超過時間 17啦 17分 那剩下沒有幾分鐘 我大概接著問一下 就是我們市長喔 我們市長給各區一個 五千萬的小型建設 及補助啦 那這一部分 我們除了執行力要要求以外 那我這邊要另外問一下 中壹區長好了啦 今天找兩位女孩子聊聊天 中壹區長齁 那在你們中壹地區齁 市長給這五千萬齁 那你中壹這邊有一個龍池裡 龍池裡 他爆了媚火器 他爆了媚火器 結果你龍池裡這邊可以爆媚火器 我們盧竹竟然不知道這些錢可以做媚火器 好他爆了媚火器 他核定了二十萬二十九萬九千六百塊 結果你有辦法發包到一百五十七萬 為什麼 你也給我解釋 因為我看了整個這樣子 你的很習慣 你要不要找資料 找資料先坐下找 那要馬上回答要正確喔 我有資料喔 是是是 非常謝謝議員的一個指教 事實上我們那個 滅火器的一個採購的話 我們大概是有共同的一個採購 那如果說像我們龍池裡 或者是隔壁有幾個裡有聯合起來 我們就會有這樣的一個數字的呈現 沒有 不是 市政府給的資料是 這邊已經核定是二十九萬 你們發包了一百五十幾萬 這個一定有問題 回去把詳細資料給我 你剛剛那種回答我不能接受 你知道嗎 因為我手邊的資料 核定金額是二十九萬九千塊 你發包了一百五十幾萬 那是市政府錯還是你的錯 坐下來 你還是我會讓他三分啦 你先坐下來 巴德的請上來 巴德 你們有沒有叫大鴻禮啊 有大鴻禮 大鴻禮他爆了什麼 他那個爆那個綠美化 綠美化 那核定三十五萬為什麼會 八包五十八萬號 請從哪裡來 因為其他還有一些 旁邊的我們就說一起處理 一起處理 但是怎麼那麼厲害 鄭文燦應該這種區長多找幾個 核定三十五萬能夠發包五十八萬二 其他的錢從哪裡來 有一些是我 從我們一些 就是說周邊的一些這個 一個綠美化的一個 小金庫 是另外有錢 你把你其他的錢從哪裡來 能夠好好的列表出來好不好 因為這種做法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你們兩個的突出 顯示其他的區長好像他們不會辦事情 能叫他們依法辦事 因為你們的違法 反而覺得他們好像是能力不足 欸你們三十萬有辦法發包五十八萬 他的二十九萬有辦法發包將近兩百萬 到底怎麼回事 我時間到了就兩個問題給我資料 好謝謝謝謝議長 那個林機長請教一下 我們這個回饋金 長生電廠的回饋金 我們中壢市的這個回饋金 你如何使用 可以做報告 那事實上我們回饋金的一個部分 長年以來 都是由我們禮辦公處來提報相關的一個計畫 報到市政府以後 我們做了一個核定來實施 那盧竹區長 主席長請教一下 長生電廠回饋金你如何使用 目前連著上分配到各里 分配到各里 對 大部分分配到各里 那經過盧竹區的部分有幾個里 經過目前是二十一個里 二十一個里 對 那你那裡的區域比較寬廣 你的總經費大概多少 他每年不一樣 從五千多萬 目前會降到四千多萬 明年會降到四千多萬 四千多萬 那幾個例子 他辦了些什麼活動 其實這個部分就是針對你的一些福利的部分 有的人發生活輔助金 有的人補助班隊 有的老人會守望相處隊 大部分都用在班隊上 好 那請坐 那個林記長請教一下 是 那麼我們長生電廠 他從中立工業區出來對不對 沿著內定國橋 周邊路線圖你知道嗎 記長 大概知道 我想議員會比我更熟 然後 經過內定里 跨內定里的區域 就是大概在黃田區旁邊 對不對 黃田區旁那個大的電塔 電塔之後就轉到進入盧竹區了 就到休旗站那邊了 那整個經過這樣子的路線 在這個實質的意義就是說 在這個線路所經過的區域 假設 經過以內定國橋為準就好 內定國橋想要用到這個回饋金就很難 那所以說回饋金的使用 你們應該要好好的去 好好慎重的看如何的應用 不是為反對有反對 哪裡有在辦活動 在這個透體工 透體工活動 那我請問你記長有沒有透體博啊 也有吧 那既然你辦了透體工 你對透體博不尊重也不好嘛 對不對 那麼所以說 這個回饋金的使用 我需要你們好好的接入 尤其內定國橋 是一個教育的場所對不對 那麼我們應該要將這個經費 拙劣的編列 讓這個學校提升這個教育的 種種的所需要的費用 有沒有道理 這是一點 回去考慮一下 好謝謝 第二點 再請教一下 就是 有關於這個路燈的新設 我一直提 文中路 文中路有經過三個市區 就是桃園市到盧竹區 桃園區盧竹區 中綠區 靠近工業區這一段 跟盧竹區那一段 一年多以前 搖搖易墜 所以本市揭露之後 全部一天就能夠把它拉拉掉 到現在沒有去設 知道嗎 最近你們有排會 希望你們會後 三個單位折成 趕快將章出規劃的 文中路的美貌 恢復回來 好不好 督登趕快新設回來 好的謝謝 那其他的因為時間的關係 以後再陸續 用書面跟你建議好不好 好的謝謝 首先我先請教一下 先請教一下我們那個 桃園區長 我想請問一下 簡單回答 我們現在升格 應該也多久了 很簡單 103年歲25號 應該一年多了 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桃園區 甚至我們所有的區公所 應該都有公車庭 對不對 有 公車庭 那公車庭有沒有廣告 公車庭 有沒有做一些政策宣導的部分 報告議員 向前公車庭的管理機構 是那個交通局在付權者 所以是交通局 OK 好 那我請一下那個 何區長 何區長 那我就我們了解 我們平鎮區的公車庭的廣告 區長可以了解 所以就是像那個 張區長 講的就是 那個 交通局在管理 是 那 這個我要提醒一下 我們已經升格了一年多 那就我的了解 你們可以 各個區長都可以回去再檢視一下 我們每個公車庭上面的政策宣導 好像都停留在升格前的東西 這樣子 對民眾的觀感會很奇怪 為什麼 我們已經升格一年多了 然後那些東西都不用換 我們公車庭一直來 來有改建 但是那些政策宣導的東西都沒有換 我覺得這個是不是 你們身為當地的父母官 雖然主管機關可能不是你們 是交通局 但是我覺得有這個責任 有這個義務 來跟交通局來溝通協調 要不然這樣子 看起來 大家老百姓覺得很奇怪 我們現在到底是 我們現在到底是 是平鎮市長 還是平鎮區長 是桃園市長 還是桃園區長 這樣子OK嗎 回去在各個區長 可能不止只有這兩個區 很多區我相信都回去再檢視一下 好 那個張區長請坐 好 那何區長我在 簡短也再問一下 就是說 桃園龍舟近在 就是這個 桃園共青這個活動 何區長知道我們桃園 我們平鎮區現在報名幾個禮嗎 目前 目前好像一個禮 目前一個禮 那我請問其他的各位區長 你們了解 我們現在除了龍潭以外 其他區你們了解自己的區 報名有幾個禮嗎 有超過五個禮 以上的嗎 還是都沒有報名 有超過五個的以上舉手 都沒有報名的舉手 都沒有報名的舉手 OK 好 我要問這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部分可能你們再 又需要跟 回去了解一下 為什麼那麼多禮沒有報名 那市長有這個美意說 有來報名好像現在補助 每一個禮可以四萬塊的經費 我們要回去了解一下 市長他是希望說 推到兩百個禮報名 那目前的報名的情形那麼差 那這個部分 是不是回去再多加了解一下 好不好 因為去年的經費 就我的了解 可能是一個禮有八萬塊 但今年到四萬塊 那是不是這個 是不是這個原因造成還是什麼 還是因為路途遙遠 像桃園你要跑到龍壇 來練習來比賽 是不是有這樣的原因 我覺得是不是要及早 跟我們的科家事務局 來討論 讓我們市政府知道的狀況 不要到時候 真的來辦這個比賽之後 來開天窗 好不好 好這個部分提醒一下 好 最後一個問題 我想請教一下 也是所有的區長 我想問一下就是說 其實我們區 應該很多都以前都有一些救國團 租用的一些建築物 比如說像我們平鎮區 應該 區長應該知道我說的那一個建築物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正式要跟他來 收回來使用 對不對 我們要跟他收回來 來讓我們自己做活動 做集會所來使用 對不對 就是北市裡的那一個 那個是民眾服務站 那民眾服務站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 一樣 我希望各個區長 你們也要回去檢視一下 我們自己區公所 我們是否有這樣的建築物 如果有租約條件不合 合理的部分 我們是否要重新來檢視 重新議約 甚至來租回來 給我們自己來指用 因為很多 剛才很多議員都在說 為什麼那麼多理都沒有集會所 如果我們自己來檢視 我們這些資產 可以拿回來用的來做集會所 這是個不錯的選擇 所以我覺得 要提醒各位區長 要做這些事情 好不好 以上 謝謝 好 謝謝 在這邊 說實在的 我期許我們12區各區長 未來要跟我們的市政建設 真的要做好 無縫接軌 那在這邊 我們也是期許說 我們各位區長 跟要做好我們市長的最佳助手 而不是做我們市政推動的最大的一個主力 在這邊跟各位區長做一個心得交換 那在這邊我想請就教於我們那個大溪 好 黃區長 因為我知道 在我們的區域範圍內 不管是公園綠地也好 或者是比如大溪橋附近 我們都會做一些常態 長期或短期的一些活動 跟其他單位或是跟地方的一些農會 會做一些比如說 一些推廣啊 農作物的那個推廣啊等等的 這些美意真的是很好 因為我知道 大部分這一些推動這些活動 我們大部分都是做委外的一個處理嘛 對不對 那在這邊我是建議區長 未來如果說在辦類似這樣的活動 我們請我們的委外廠商 第一個 你跟委外廠商 第一個要求就是我們的一個清潔整理的部分 因為說實在有很多的民眾有跟我反應 比如說在大慶動 比如說在我們的越美和賓公園等等 每每呢在辦完活動的之後 都常常會發現很多的一些垃圾 所以說希望說未來 我們是不是也要要求我們的承包商 對於我們的一個清潔的一個部分 要稍微重視一下 還有第二個 有關於我們的一些交通動線的一些規劃 因為有很多的活動說實在辦的都很成功 但唯一小小的一些缺憾就是說 在我們的交通動線 希望未來能夠再加注在我們的一些活動的一個計畫 好在這邊也是在這邊跟我們區長做一下意見的一個交流 那還有部分我知道我們大西嘛對不對 有百姓水廠、石門水庫等等相關的一些回饋金 那在這邊呢我們也有辦過回饋金的類似的 回饋金跟各里里長我們做一些意見的交流 那在這邊本席還是希望說區長能夠重視就是 我們全區各國中小的一個血統免費營養午餐的一個補助 還有我們全區民眾的水電基本費的一個全額補助 來補償我們大西鄉親長期受水質水量保護區的一個種種限制 來保障我們大西民眾的一個權益 在這邊我還是希望說未來在我們回饋金的辦法 把我們那個列舉一些相關計畫的時候 我們希望把這幾個方向 列為你們的未來那個回饋金辦法內的一個 事實的一個重點 好在這邊也請區長 好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蔡永芳、蔡議員 蔡議員請發言謝謝 好謝謝 謝謝議長 那個各位區長大家好 剛剛我們劉盛前議員 發現說對女性朋友比較客氣 然後對我們巴德 我們陳玉銘陳區長 好像科澤聲比較大 後來我會後問他 我合理懷疑應該是你比他帥 是不是 我跟你講 劉議員要的資料一份給我 那就我知道 不是只有我們巴德區 光那個案子有這個問題 其他區有的一併把報告寫出來 給劉盛前議員給蔡宏芳 可以嗎 可以啦齁 可以吧齁 可以啊 謝謝齁 那個陳玉銘區長 是的 我請教你齁 我們那個橋下 是 第二期工程 是的 你們給我的資料 說 預定開工是去年10月31號 那工程嚴重落後 為什麼 我跟郁卓報告 那個本來我們預算編列六千九百萬 後來以五千八百萬 那個標案 然後去年12月15號才動土 動土的話 那現在就是說那個大牆椅 大牆椅在施作的時候 剛好在鑽地的時候 底下有個香罕 有個香罕稍微停工了 那後來請高工局也沒有 前往會看 那現在這個問題也解決了 那我請教你齁 這個設計監造單位是哪個單位 他一個完井山的一個建築師 哪一個 這個完井山一個建築師 那你給我的資料怎麼是簡明山建築師 簡明山 簡明山對不對 對對對 我們之前那個前明禮 也是他 也是他 那當初也發生這個問題 對他問題非常多 那這一次也發生這個問題 因為他那個一次三個期 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 那時候他103年飆了 就是他飆了 變成他要搞一二三期 他等於說一二三期 全都他飆走了 對對對 他的規劃設計 第三期也是他要設計 也是他 對 那第三期會不會遇到這個問題 所以說很麻煩 所以說非常麻煩 不是麻煩 請他去要開挖 開挖基座的地方 叫他去跟高工局去把資料調出來 對現在這個部分已經解決掉了 解決掉了 那你預計第二期工程 會延宕多久 我們現在叫他說 儘快有沒有 儘快復工 儘快說在 就是合約的期限內 儘快給他完工 你預計的那個完工日期 是6月30號 今年6月30號 這個可能會有 delay 會有 delay delay多久 那現在可能我們後面 可能還會找他 找廠商跟規劃建築師 還有來開一次會 來商討這個整個期程 因為你整個工程通通都延宕 對 那看不出說我們升格之後 效率有變多快 好像看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這個 所以說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 都是所以說有時候採購 因為低價標有沒有 所以說 找出來的這些也沒有 檢討啦 你第三期也要納進去的對不對 對對對 這個很多問題喔 那個陽光活力園區 對也是他 也是他 對 還是有問題 他有設計整個 已經蓋好這麼久了 還丟在那邊養溫子 所以說我們現在已經在處理了 因為他有蓋環子 沒有裝電 然後給他變更設計以後 電都在草皮房 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他 對壞好點我也知道 可以嗎 現在我們正在處理 有沒有辦法 我們現在盡量依和月圓面來走啦 有沒有辦法 我還要回去再研究看看 這麼久還要研究喔 這問題丟那麼久還要研究喔 對 那表示你不夠積極囉 這我們會改進啦 你們會改進 是 那個公署的事情其實蠻雜的啦 是的 那其實你的議會報告裡面 寫了這麼多 真的 我們當議員 要去訂這些 說大不大 說小不小的東西 其實 也蠻沒意思的 但是喔 我是跟你鼓勵啦 很多事情 該做就要做 那我請教你 我們那個公務課課長現在是誰 那個 蕭梅勳 蕭課長 蕭蒙勳蕭課長 是的 你的資料是王君平 那個 那個 前面 他現在是王君平課長 對 本來就是去年 11月份以後 蕭課長他是代理的 只能代理一年 一年以後 然後就有那個王課長有沒有 那現在是王課長還是蕭課長 蕭課長 因為王課長代理 就是說他升公務課長 代理兩三個月 因為他沒辦法負荷 誰說他認為他要下來 當時在印報告的是王君平的對不對 對對對 好啦請坐 好謝謝 那個 桃園區區長 其實因為我們的生活圈是連在一起的 有很多的業務很多的問題 都會打電話給你 其實你工作表現也很棒 謝謝 也很好 那不知道可能是你警察出身 今天被流彈打到是嗎 有嗎 開槍 開槍也有事情 不開槍也有事情 你當警察的 轉過來當這個所謂的區長這個工作 有適應好嗎 剛剛議員報告 想很多都誤會 其實我沒看警察已經很久了 那我是196年就已經離開警職了 後來在移民署 那再轉到這個台灣區公所來 那其實已經離開警察工作已經十年了 沒有啦其實都一樣啦 反正都是行政的工作 其實要跟各位講的是 其實每一區都有生活圈相連的地方 那不應該本位主義太重 那其實我們民眾的生活圈 都不可能就我是巴德區 整個生活圈都要巴德區 所以我們很多的業務 會跟中壢區啊 跟我們大溪區啊都相連 那其實有什麼問題 我們電話打一下好 大家互相配合一下 那其實台灣區也辦得不錯啦 是給你鼓勵啦 我們巴德區真的也辦得不錯啦 謝謝 只是因為他長得比我帥 所以我就不能太客氣 要不然他會把我壓過去 好謝謝你 我對你客氣 不代表你長得不比我帥 好謝謝啦 那我們周主任先宣布一下 是 議長 我想請市政委的服務員聯絡者 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下禮拜的這個市政總質詢 稍微有做移動 那五月二號 原來楊家良議員調整到五月三號的第三位 那與專議會議員共用 所以五月二號是從九點四十開始開會 那五月三號禮拜二號是從九點開始開會 第一位是由何議員 第二位是控黨 第三位是專議會議員 歐秉承議員還有楊家良議員三個共用 其餘的不便 以上 好謝謝 那我們散會 謝謝 這是一段一段時間 很馬開心 謝謝 牠們 很誇張 好